詞曲 李宗盛 牛肉炆得剛剛好 太軟就爛了 麵又不能錄得過濃 湯要夠時間 就爛了 配合三件事才做出很好的美術 時間不多 所以現在盡量辦時間 和時間鬥快吧 盡量做多點、找多點、賺多點 很棒 自己能不能錄得下一代 只能讓下一代更舒服 用巴西的金錢剪, 帶著肉粗粗糙一點 小條比較嫩滑, 肉和筋很均勻 所以炆起來很嫩滑, 不會黏牙 自己試吧, 試了這麼多年, 試了出來 如果要借牌, 只要記著廠套 是同一種牌子, 但不同廠套出的 質素已經不同, 煮出來的效果 不用煮很長時間, 已經很嫩滑 先煮成形, 要不然煮成形 煮成形很變, 縮成形就不漂亮 加鹽、冰糖等 然後加豉油 還有花椒、白薄、桂皮等 這類的東西 煮成香料, 蒜頭、薑等 這類的東西 這是豆板醬, 香一點, 辣辣一點 少許,只是酒 紅燒牛的精髓就是這個醬 現在可以了,等了炆了 炆了一多小時 我的麵很好吃 而且湯底很好吃 我喜歡的麻辣湯 而且牛肉也不錯 大大塊,有口感 外面的麵很薄 大塊比較好 大塊吃下去比較好吃 每次都遲到 每次去到都登記那邊 下次早點 說我餓就好 但沒辦法 每次早上做得晚都遲到了 好,快點 請開啟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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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看看吧 我睡著不著睡覺 我11時多,我會睡覺 怎麼樣?最近沒甚麼嗎 最近跳得快一點 是,我都擔心 很多煩的店鋪 例如呢 例如天花頂流水下來 報警 它是擴張性心臟衰竭 比較擔心是怕會心律跳亂而引起猝死 它自從安裝了雙膝同步徐戰器 萬一它心室戰動時 需要急救 這部機器會自動碰它 也會救過它一次 如果它沒有安裝過背 可能已經再煮不到好吃的牛肉麵給大家 那次我心急跑步 跑到自己知道是應付不來 但我就是強行跑 跑到自己不知道是否應付得來 突然就真是你了 真是噴噴電一下 但沒事 這部機器始終電力有限 大約三至四年要換一次 怎樣 你打電給它吧 我正在檢查 通常搬我 可否再熬十年 我也希望可以 因為我打算五年後退休 所以要不要五年後享受一下 1999年 我覺得自己的心臟 經常會跳得很快 發現我的心臟的功能衰竭了 2004年,醫生說 裝護機比較安全 當初是比較難接受到 擔心隨時自己不在 自己不在 到時奸人會怎樣 太太、小孩會怎樣 會擔心這件事 我當然想放輕鬆一點 不要緊張 但性格的東西也挺難改 我覺得是這樣 我經常提醒她 叫她有時別那麼緊張 但她說真的控制不了 老闆 那些牛肉… 幫我撈起她 再見… 三個,兩個,兩個這樣嗎 快,很快 第六個,你分開床好嗎 這裡 這裡 那些又壞了爐 真的吵了 阿鳳 李先生,在這裡嗎 糟了… 我訂的爐 全部用差的行為器給我 我一過熱就全部都跳了 不小心走的 糟了,現在我… 沒事… 沒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豬身米線嗎? 不好意思… 要米線啊 你怎麼這樣 你真是… 你有腦毛病有發作 我必須弄得好一點 這麼簡單 經常弄錯這些東西 我弄壞了一點 不知道怎麼搞 他那些東西叫你做的 要第一時間做它 先做它 其他那些可以給… 聽面而已 就是給同事 那一定要做她的東西 因為他不急 他不叫你 不好意思… 謝謝… 沒有人做的 那個師傅就是我了 當我真的在文興那裡 你告訴我 我… 一、二、三、四 給我五隻行溫制 五隻的行溫制 六隻的行溫制 六隻的行溫制 你告訴我 你說我要的 好… 都不然 我沒有推薦 我給你一個多努力 你給我一個快一點 我買一個努力給我 行不行 好吃… 是覺得… 先去看看 由於剛才有進步 如果每個人都沒有要求 隨後其他工作 在這個世界上 就全部都推佈了 湯 比較濃厚 是不是太多 吃完就不覺得他口海 不是說有味精 我說你 我自己吃的湯都喝光了 喝不到他口海 你口海就不收錢 牛骨湯 有些牛骨 有牛麵肉 還有這些牛肉 哇 現在這裡 有八斤的骨 和肉絲裡 所以根本不需要下味精 你的味道熬出來 熬二十多個小時 小心下味精 味道已經很濃 很香 日日熬 香港做的 你不能太肥 你不能太多牛的油 要弄掉它 但台灣那邊 你可以自助到有牛的油 因為它覺得有牛的油 會覺得比較香 十三度入行 做點心 這麼早起床 好像沒甚麼時間去拍拖 所以比較辛苦 所以轉學做了髮型師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聽朋友說 台灣做飲食挺好的 所以過了台灣發展 1990年過台灣 開餐廳 做了一年左右 做得不成功 失敗了 她就沒有了錢 剛好女兒出生 在醫院出生 醫院的數目要八千多元 店舖面臨 做了葡萄蜜 那月要倒閉 哪有錢 找醫院的數目也沒有錢 很淒涼 很徬徨 有一種陰影 我不敢停下來 但現在有機會 生意上也算不錯 所以要把握機會 盡量去做 盡量去做多些 找多些 香港大部份用低筋 低筋看起來好像雪白好看 但吃下去的效果就沒有煙韌度 我主要用台灣做法 就是用中筋麵粉來做 而且做出來的效果 有些煙韌度比較香 如果吃下去軟 就沒有口感 不好吃 沒有說正宗 為甚麼正宗 為甚麼正宗 每個人的做法都不同 為甚麼叫正宗 每個人都說自己正宗 最主要煮出來 客人能接受到 說味道是好吃的 便可以 很快 很快回來 你好,范醫生,你好 好,范醫生,你好 很久沒見 拿一碗牛油麵給你試試 這麼客氣 麵都軟了 而且麵比較軟了 她是個完美主義者 很認真 說了這麼多年 我想其他人都會說 做了差不多 放手給別人做 她不肯 有些人做事 做事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她每次回去覆診 就是腎這些 反而我突然叫她 停下這份工作 甚麼都不做 就這樣坐在這裡享受人生 我想她對她的壓力更大 可以看到她… 其實我們每次回來 她跟我腎 我們說這句 她說不行,我一定要做下去 改變不了,沒辦法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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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效不適合 我覺得這樣不行 摺一隻很難凹 再配一個月 水效不適合 很難凹下去 你先扭這個 待會你用水浸掉這個東西 她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不讓人做 做這個老闆仔 只要親力親為 剛才是很厚的嗎 炸得太多 我不知道怎麼吐下去 她就教了我 如果找火器 她根本未必不適合我 我自己做 至少知道這樣是甚麼意思 我下次也懂得做 現在滾水也不怕了 對不對 滾水會流走 找到接班人可以幫到我做 做了很久 我多掛念你 有啊 我也是有掛念你 我也很想早點回來 阿輝回來了 回來暫時頂了兩天 至少她可以幫忙 我可以有空吃碗麵 我可以幫到她手 做了這麼多年 四年多 喜歡 又說得好笑 她很疼我 我很勤力 很專心 我也為我好 有沒有注釋嗎 有啊 有注釋嗎 沒有注釋嗎 有注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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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注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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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注釋 等你回來幫忙 找多點錢 不然不想吵老婆 全部都教了給她 不過她自己不學 用心教她 她不包衣服 又不包 只要付500元她也不賺 包三者就說 我沒有本事賺 不包了 沒有辦法 那是技術問題 我都教她 她也不肯學 沒有辦法 三舖之後就是我的世界 自己喜歡做的事做的事 很開心 對,這就是我的娛樂 很有滿足感 說真的 1999年 心臟的功能開始衰退了 吃藥吃了幾年 到2004年 就說一定要裝機幫助 年紀大了 或者心臟的功能衰退了 你根本力不從心做不到 我要把握這個機會 盡量去做 集合多點、找多點 因為始終人都要儲回一些錢 兩個孩子都要讀書 對著她 對著她 挺開心的 挺有趣 挺有趣 挺好玩 又會哄人呢 對著她 對著她 一時都宣佈了 頭髮也嚴不出來 嚴格不出來 就說兩句 心軟了 家姐比較內向 她就… 白癌一點 男生成大多 是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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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跟她相差十年 在廈門 大學二年級升三年 內地的物質 享受我這麼好 就可以磨練一下 會與我 多年我也與我媽媽 與我爸爸 小時候沒有書讀 小時候出來工作 大了之後 我覺得我很聰明 我幾歲大 我七歲會煮飯 哇 多厲害 洗衣服 嘩 不然當年我媽媽 這樣訓練我 今時今日的店 我真的買不到 好像二十元肉眼給我 我拿來煲湯 大女兒 要暑假回來 所以大家一起煮飯 就是我自己下廚 因為我開心哭 平時我都很少煮的 失戀煮的 一兩天 那些工具在哪裡 我都不太清楚 你有沒有誇張一點 你不知道 不知道 炸了 炸了 快快醃和紅皮 炸出來 不知道哪些炸哪些 他又炸了 炸了大腿 炸了大理香 你拿了很酷 真的好酷 不知道哪些炸哪些 炸了 他炸了紅棗 炸了大理香 對 不知道哪些炸 又有這些 又有這些 不知道哪些炸 你拿去買媽媽 先吃 只兩成水瓶 體量 幾年前沒有夾過東西給我 不開心 整家都喜歡吃這些菜 多開心 明白他想煮飯 一家人吃 感覺到他的心意 如果我上去 讓我上去吃飯 多吃飯 根本不用煮 那就不用在廚房裡 選到一 一家人 剛才應該是吃飯 開心心 很難得 尤其是我 這麼多年在台灣 回到香港 又專門找個部隊 有機會在家一起吃飯 辛苦就辛苦 但辛苦就值得 因為他們都吃得挺滿意 很好吃 很美味 很美味 film 你在哪裘餐到了 四位請問一號塊 四樓來請我們 七爬齊了 七李開始了 二號一個 還自己去了 應該已經有一方 便客人吧 她真的不能捱到我 作為她的太太好 她當朋友一樣 她也很佩服 對是好 還有其他嗎 做這行一定是不夠睡的 不習慣了 都很累 真的很辛苦 慢慢適應 我先生是做這行 你也一定要支持她 對嗎 你沒理由看著她一個人做 不夠人手 也沒辦法全職下來做 做親飲食也是這麼晚吃 家裡的工人主定 每晚設置了一盒 讓她處理好廚房的食物 我就放在微波爐上翻熱 對,做到現在才吃 現在找食間難 老闆要洗下難 真正的餐桌 她的餐桌 她的餐桌 也有點心思 因為像我生日 情人節 也會有花 這麼多年來也有 她的餐桌 有時候直接送給她 也算是這樣的 結婚這麼多年 也挺享受的 每晚這麼長時間 三至四點鐘 每天都差不多 辛苦就辛苦 習慣了就習慣了 不辛苦就能找到世間財